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言之早早 有人说 言之做作 不管做作还是早早 反正挺做作的 老柳这么说 小白跟着重复 全国人民都信了 但是我今天找到一个证据 大家不妨看一看 这是中国银行的文件 这个文件呢 是1994年第69号 叫中银信69号文件 内容是关于你公司机电产品专项外汇贷款3000万美元的富含 内容写道 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 你公司94连自009号申请机电产品专项外汇贷款 含收息 经研究 同意给你公司贷款3000万美元 用于进口危机主板卡原料 生产危机板卡出口 贷款期限为一年 利率按照我行现行外汇流动资金贷款利率6.6875%来计算 该项贷款应该装款专用 不能挪作他用啊 若到期不能偿还我行 贷款利息则由北京计算机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偿还 往你公司建行后 尽快来我行办理贷款手续1994年6月15号 这个里面有个秘密你发现了没有啊 就说给你3000万美元贷款 这当年可是一大笔款 干嘛呢 要你进口的危机主板卡 原材料 生产这个东西要出口 借你一年吧 按当时这是比较低的利率了 特别强调不能挪作他用 那还不上怎么办 还不上你注意啊 他这个东西是写给谁的呢 写给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 但是如果还不上呢 有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偿还 有谁知道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和联想计算机集团什么关系啊 一个是原来的主体 一个从主体脱离之后重新起了个名 用尼光南的联想汉卡汉卡的名字 然后呢 就做了这个公司 一个公司新的字号的名字 还是一回事儿 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没有中科院计算所的名义上办的这个公司 你联想谁是谁啊 人家认识你是谁啊 老柳反正信誓旦旦的这么说 说的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但是老柳撒谎 这个谎言级别比较高啊 至少是30多年世界里面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谎言级别比中科院计算所所长 这个正司局级要高很多 因为老柳担任过这个职务 老柳担任过中科院计算所所长 知道吗 尽管他没有科研能力 这个谎撒得厉害啊 我就这么想 你说高压反腐一来 抓起来的那些正司局级 甚至是腹部级 部级以上的这种干部 即使屁股不干净 也不见得敢撒这么大的谎 尤其是你未见得有胆量到中央第二台去公然撒谎 周围一大堆摄像机小行动人亮着 大哥扛着摄像对着你 一般人我告诉你 还就晕镜头 对上你后撒谎 还撒谎呢 脑子一片空白 但是老柳没这个问题 老柳笑眯眯的 用极其流畅的语态 把拧着眉毛 喜欢做深刻思考状的小白都骗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 就会变成真理吗 那不见得 谎言重复一万遍 把自己说的有点信了 甚至把自己说感动了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太不容易了 感动中国容易 把自个儿撒谎感动了 这有点难 但是这么难的事 老柳做到了 我们用26期节目 用足量的证据证明了 中科研计算所的八万平米的土地被柳传至擅自改变 国波土地性质 改作商业用途 建楼若干壮 高档写字楼 其收益归了联想 如果这个不叫国有资产流失 什么叫国有资产流失 还有 我们用证据证明了 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出台之后 老柳顶峰上 顶峰上 29% 30%股份切走了 借卖国有资产 我们的节目就是从这做起来的 但是这张泛黄的文件提供的信息则更加重要 那是1994年 那是3000万美元 如果没有中科院 如果没有中科院计算所 你柳传志何德何能 你能够从中国银行里边带出3000万美元来 人家认你吗 说到中科院 说到计算所 30年创业神话都只说20平米20万 那这3000万怎么回事 就不认了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 3000万美元柳传志是怎么花出去的 是怎么花出泰山北斗的水平的 大家还记得倪光南院是跟柳传志后来怎么产生矛盾的吗 怎么生出嫌隙的呀 最后那柳传志又是怎么样太极高手 然后把那倪光南给逐出去 推出去的 抖了个串 北京人懂得话 抖了个串 把倪光南院士按算了 谁还记得倪光南举报柳传志的具体室友是什么呀 老柳退休了 是吧 70多了 但他跟别的老头不一样 别的老头拍屁股走人 柳八爷只拍屁股不走人 接眼了还拍大腿呢 人不在联想办公室大班台后边坐着 但联想的人不敢走神 知道吗 为什么不敢走神啊 净神如神灾呀 这个神就是柳八爷 柳八爷造神运动持续了小40年 一些人包括若干大人物 若干大人物那可不是一般大 比较大 相当大 那是非常大的人物 你往这边看 非常大的人物 有意无意的参与了对柳传志先生的造神运动 神这个东西呀 嗯 他存留在人的精神世界当中 那精神如神在 你愿意相信你就信嘛 但是 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把事情的真实面貌 事情的真实 到底怎么回事 你的告知天下 柳传志如果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那我认为柳传志应当有勇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特别是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有人试图论证 说老柳有法外特权 为什么呀 老柳是企业家 一是企业家 二是民营企业家 三是企业家当中代表人物 四过关斩将 拿过一些荣誉 五不但拿过中国的荣誉 还拿过国外的荣誉 中美美中关系特别贡献奖的荣誉 美国人这么多年来只发给一个人 就是发给老柳 那你这个东西 你要论证老柳法外特权 这些东西是不是证明啊 我是努力支持他们 论证老柳法外特权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以上所说的五种六种方法 这不是证明 这不是证明 后来有人继续证明 证明老柳有法外特权 他们用司马南这个家伙 一看就不是好人的方式来论证 论证老柳有法外特权 然后呢也用司马南写文章 落款的地址啊 不准确这种方式证明 老柳有法外特权 他们又用司马南当了八年 美国人现在又成了日本人 而且有个名字叫司马建南的方式 来证明老柳有法外特权 他们又用写文章 甚至写社论 伪造领导人讲话的方式 来论证老柳有法外特权 他们还用曲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 来论证老柳有法外特权 他们还用柳传志 柳传志这面旗帜不能倒 这种送人听闻的方式来论证 他有法外特权 后来论证方式就更加奇特了 比方说用家门口家庄探头的方式来论证啊 用270工程制造心理不安的方式来论证 等等等等 尽管论证方式相当奇葩 但是我必须坦率说 你们可以搞出花来 你们可以玩出花来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面前 这种论证的方式都不是老柳 享有法外特权的室友 不成立 如果你拿不出老柳 享有法外特权的充沛的理由 像类似刚才大家看到的 中国银行的这个文件 这样的证据 那很可能还会不断的 源源不断的抛出来 隔壁王奶奶经常说 骑驴看长本走着瞧 对吧 如果您有兴趣对这张纸所包含的历史信息 或相关违法信息 或戳穿三十年来谎言的信息 有更多的了解兴趣的话 那我请您快速的浏览一下 下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这是我从陶永先生的这个文章里面提炼出来 陶永啊 中关村的历史的研究者 他写了大量的关于联想的东西 还有呢 华为的东西 对中关村的历史如数加珍 这一张纸就是我从他的文章里面逃回来的 这个历史的事实大概是这样 让我们归结一下 就是第一是1993年的6月28号 柳传志同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召开财务工作会议 把三千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一千二百七十万借给南民公司 注意啊 这是南民公司 然后再从南民公司把这一千二百七十万美元当中的五百五十二点五万元借给了导远 注意啊 这是个导远 那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 是吧 这个为什么导远呢 增资啊 但是这件光明正大的富有创意的改革当中的关键性的一部招股说明书当中 没有任何记载 为什么 隔壁王奶奶常说好事不逼人 逼人没好事 好事不逼人 逼人没好事 1992年的增资扩股 你使香港 香港联想的国本街 增至1.1亿元 咱们只说事实 我不瞎 我不瞎联系 我这个嘴太碎 说话没水平 第二 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贷款文件和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工作会议记要记载了贷款用于港商负债持股的做法 接着钱哪儿去了 我就问他这钱哪儿去了 干嘛用 干嘛用了 这钱怎么花了 不是专项贷款吗 你怎么换那儿去了 港商负债持股 亏你想得出来 亏你干得出来 第三 1994年的2月14号 香港联想贷款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 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 港商得股那是2.08亿股 上市后的股本比例中方从67%知道降下来了 降到了40% 奥妙在哪 你想啊 你想奥妙在哪 谁帮了港商啊 第四 倪光南先生虽然是个书呆子 虽然是个我们国家芯片专家 工程员院士 但是 但是他这 他这个人老实 他认真呢 他就就就 他就就想不明白 芯片的事想得明白 这事想不明白 他调查了之后发现 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 552万美元的问题之后 辗转反撤 不能入眠 想这事必须对党负责 于是94年上半年 实名向上级反应 反应的结果是什么呀 反应的结果是95年6月30号 倪光南被免职 补充个细节 倪光南被免职那天开大会 开大会 老柳在 倪光南在 当宣布完决定的时候 老柳呢 扬作不知 当时就捂着脸哭了起来 而且哭得相当悲痛 相当悲痛 哎呀 怎么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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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倪光南这时候好像有点醒过闷来了 这个书的S说 他在演戏 他在演戏 倪光南先生这时候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 他突然间领悟了 看到这了 老柳厉害 老柳情商高 第五条 中科院一个局长宣布 中科院调查组 关于联想领导集团 领导八字出现分析情况的通报 称 注意啊 这个局长是谁 这个局长当时是谁做决定 叫他这么宣布 我们今天有必要搞清楚 不要以为历史就这样 就没有必要搞清楚了 那 中科院既然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对于改革构成当中 重大的历史节点的 重大的事件 为什么搞不清楚啊 必须搞清楚啊 哪个局长 他那个局长调查 那个念的调查材料怎么说的吗 说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材料证明 柳传志同志 个人存在经济问题 尼光南同志所提的意见 大步都没有确切根据 与事实不符 你想想 现场 流着眼泪的老柳 心里面这时候是难过呀 还是开心呀 哇 这件难拿呀 当时射箭机没那么发达 如果录下来就好了 那这这些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教材 上系 北电 中系 都得用他做教材 太妙了 第六条 从那以后 尼光南 继续实名向上级领导反应 并一直呼吁 要及时追回非法 给港商的贷款 尼光南说 要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尼光南先生 他的普通话讲的不是很好啊 戴着个眼镜啊 斯斯文文 他像 就像当年啊 当年的一个 徐迟写的报告文系当中的 陈景瑞那个形象一样 他就执着 不执着 当不了科学家 知道吗 面对国有资产流失 尼光南 心痛 所以他一直在说 要及时追回呀 要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啊 老柳玩的漂亮 把钱 五百多万美元 借给港商 港商是国家的钱 经过劳流的手 借给港商 港商呢 一下就持股了 持股就这么多了 然后 这个北京的持股 就减少到四十了 然后 几经腾闪挪移 港商 离场的时候 你说拿走多少钱吗 一百多亿呀 哈哈 老柳借钱给你 这么说吧 你一个哥们借钱给你 然后借钱给你 有了股份 然后你又发了财 他违不违反纪律 是不是违反 这个什么外汇呢 这专款专用规定 拿令说 你说你要不要谢这个大哥 这大哥帮了你多大忙啊 那 那具体怎么忙 对不起啊 这不知道 没有证据证明 是咱们不敢讲 有一分证据 讲一番话 司马南水平差 但是呢 你再乱讲 这还是不可以的 尼光南院士 提屑呼唤 直到今天 这事情依然没有结果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是关于联想设限 绝有构成人流失 问题的第二期期 我要告诉你的内容 就是这些 感谢收看 再见